刚刚国家统计局出了一些数据 先更新一下大家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是CPI 上升1.5% 市场预期是上升1.2% 前值是0.9% 即是今次CPI的升幅是预期 其中食品价格是有1.5%的下降 内地的股市看到现在早段跌 上升总和指数跌1% 跌34点到3217点 看港股方面跌幅比开市的时候跌多了 跌378点 最新跌1.7% 到21488点 Arnold现在出了CPI数据 跟你预期是否一样 你觉得现在看到内地股市和港股跌多了 其实这个数据是否对后市反应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首先你问我 我对CPI没有任何预期 他也是给我 我来日去看和彭博的预测 看看有多大落差等等 那CPI现在升到上去1.5% 其实都真的远高过市场预期 我想主要一个原因 其实你会留意到 内地经常 你如果有看任何关于通胀的分析 会听到一个term叫做剪刀刹 就是说的PPI升幅很大 但是CPI不是怎么升上去 因为内地过去一年来说 很多时候很多原材料价格升上去 他们没有完全去转价到消费者上面 很多都是说一些企业 很多制造业自己吃了的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的 PMI数据上面做得不是太过好 但是你今次当CPI升上来 主要我还没详细看 但我相信离不开两个原因 就是特别说今年年头以来 第一方面就是说内地的成品油 就是原油价格 汽油价格上面都在升上去 他们都有跟着 随着油价升了很多的时候 上调了成品油价格 第二方面就有很多粮食食品价格上面 的确是出现一个上升趋势 以往内地的结构上面 猪肉占比很大 猪肉可能不关乌鹅那些因素 就是大小麦或者有很多不同的 农产品农作物上面 就因为说 战乱等等的因素从而升上去 CPI开始都会更胜 其实CPI都是说1.5%的升幅 就问题不大 但是问题就是说市场之前就说预期了 我们就说不知道为什么 市场上面会觉得 未来内地还可能有很大的放水空间 这个就是市场未来短线的落差 导致股市出现一个沽压 最主要的因素 因为突然间要觉得这些位置内地还可以大水猛灌 或者去放水的刺激经济 是困难的 但是对比欧美市场来说 仍然会有个优势 因为欧美市场来说要有个很急的加息步法 内地起码有条件将利率 不加 不减下去 但是都不需要急着加息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这一样 所以未来的话 短线的走势是反复的 我觉得不需要太惊重 对于通胀来说 全球都面对着这些问题 内地上面对着风涨的问题上 其实防守性我觉得是相比较大 对于多年